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职是进查计划报社的创办者之一 此前他在军区印刷社工作 因读过书 上过学 二十出头便当了总务科长 当时我还算是少知识分子 还有点文化 当时文化的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就被重用了 陪职记得进查计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 召集他们开会的情形 不清楚是什么事情就去了 我们到那之后呢 我一看呢 那么就是沙飞 罗光达也到了 沙飞和罗光达是当时进查计军区新闻摄影科的负责人 此前他们曾在河北平山县 交谈庄举办了一次街头新闻照片展 引起轰动 沙飞大受鼓舞 由此萌生了一个想法 在华北敌后创办画报 他们懂得物质精神的转化作用 就是物质可以转化成精神 精神反过来可以转化成物质 尽管咱们巴勒军很艰苦 甚至饭也吃不上也吃不饱 但如果精神武装起来了 它可以转化成物质 照样很有干劲 当时进查级边区曾流行一首民谣 瘦个子 腰里跨个黑匣子 他为军人留影子 齐心抗日打鬼子 这个人便是沙飞 沙飞曾因拍摄 鲁迅与青年木可家的组照而出名 在一次采访中 他被聂荣贞将军看中 成为中国共产党军队 有史以来的第一名战地摄影记者 《检查级军区》 还专门成立了新闻摄影科 由沙飞任科长 裴之际的《检查级华宝社》 由军区新闻摄影科和印刷社合并而成 我们去了以后 中文才就跟我说 就是军区决定要成立 《检查级华宝社》 这个华宝社呢 由军区的政治部摄影科 跟印刷社合并而成 现在你们两旁的人都来了 我在这正式宣布 华宝社成立 他一直还记得 后来华宝社又来了一位摄影行家 他叫石绍华 原是广东人 早年与国民党左派领袖 廖仲凯的儿子 中共党员廖成志关系很好 在廖成志带动下 他于1938年赴延安 参加了八路军 我父亲呢 是抗战爆发以后 就是装扮成一个富甲子弟 然后西装各履的 因为他自己当时戴了一架相机 戴了四五十个胶卷 如果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 你往苏区跑 往这个延安跑的话 也是很可疑的 石绍华到延安后 先在抗大学习 后随罗瑞清将军 到警察纪军区创办抗大分校 随即被纪中军区司令员 吕正操看中 吕正操原是张学良 东北军旧部 抗战后率部加入八路军 他爱好摄影 想把会照相的石绍华 留在身边 吕正操本人喜欢摄影 而且他也希望 这摄影工作能在集中开展起来 那么就跟罗瑞清要人 罗瑞清不干 后来罗瑞清就说 除非你给我两文斤小米 两百交枪我才跟你换 吕正操与罗瑞清讨价还价 最终用二百斤小米 和二十条步枪做交换 把石绍华留在冀中军区 当了摄影科长 石绍华在冀中开办培训班 为军区培养了大批摄影骨干 吕正操觉得 那些小米和步枪画得值得 此时禁察级画报社成立了 正需要人才 于是一直调令 又把石绍华从吕正操部 调到沙飞身边 担任画报社副主任 他不像沙飞那么活跃 那我开朗 石绍华比较 恨那一下说 恨那种 他那里当时二十多岁在 他们两个都是广东人 那么平常呢 说广东话谁听不走 那么就是说 他们在一起能讲广东话了 可能也是一种释放 那么就觉得特别痛快 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青年相比 故地加入画报社前 连相机都没见过 他在根据地土生土长 当时还在上学 一次偶然机会 他遇上了沙飞 我身体还挺好 有四三年的夏天 大约是六月左右 我刚放学 当时我去看 一个骑着马的 跨着手枪 还有招设计 不开心让路 让着马过去是吧 这个沙飞看见 我来她的小贵 有男朋友叫小贵 北方不叫小贵 小贵 你到哪里去 我说回家 她的你家是什么地方 我说是马里去 她好好好 我也到马里去 这次偶然相遇 改变了故地的一生 她后来被沙飞 领进了画报社 从此与摄影 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的沙飞人 把我等手上摄影到了 我坚持太高兴了 顾瑞兰是故地的姐姐 原本在边区剧团演戏 弟弟进入画报社后 他也到画报社 当了一名暗房冲洗员 并与负责暗房的 宋北恒相恋 那会儿我们还没结婚 可是我们已经认识了 我们已经有了 这种恋爱关系了 当时那时候 他问你呢 就在下宋的时候 下工作 就这个 画报社还聚集了赵烈 何重生 白莲生 蔡上雄等一批 摄影制版 美术等方面的人才 赵银德 当过沙飞的警卫员 后来不负沙飞重托 在日军扫荡中 只身背出来 上万张珍贵的底片 据记载 当年 监察计划报社 最兴旺的时候 达到了二百多人 这在华北敌后 乃至全中国 都可以说绝无仅有 整个监察计部队中 顶盛了 到了三十万了 他有几百人的摄影队 比当时所有抗烈 给你夹一块的 还不多了 这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这里就是当年 监察计画报的创办地 河北平山县 碾盘沟村 这些简陋的土房 曾是画报社的人们 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画报创办初期 编区粮食紧缺 画报社每人每天的口粮 是一斤三两小米 饭菜无油水 都是年轻人 饭量很大 为按时出画报 一些干重活的人 一日三餐 干轻活的编辑人员 只能一日两餐 那个时候主要是吃的 那个吃黑豆高粱 还是蒸窝头 黑豆 是熬的巴西的东西味 它不是那个 蒸的巴北的味 吃不下去 当时有灾黄 一个人 这个 口粮 那油线 还得接药 一天还得接药 二两两是 把这样的 还得救在老百姓 考量如此紧张 沙飞却对几位 来自北平等大城市的 技术人员 实行了特殊政策 特勤 经济批了 一日一月 八经 八经半月 他们的薪水比我们高 沙飞当时 他的团结干部 他在五块钱的今天 北平来的技术人员 这一批高级政策 给他们申请补助 一个月一个人 二十块今天 沙飞之所以 对这些技术人 远另眼相看 原因是出画报 置板等技术 是关键 边区头一次出画报 懂技术的人很少 当年边区 其缺技术人才 一个技术人员的牺牲 有时就会意味着 一向事业的夭折 他们都是 故宫博物院的 那个印刷厂的师傅 所以沙飞就 特别重视这些人 说没有他们画报 出不来 我都算啥 他们才重要 这些技术人员 原是进查级军区 下属的平西军区 位在边区印钞票 专门从北平请来的 何重生 是位置板专家 在学校读书时 就与党的地下组织有接触 他在学校 他在学校就结识了地下党 就等于就参加地下革命 一直到40年 山里边需要人 就要调一批技术 技术人员到山里去 他就离开家了 此时何重生已30多岁了 上有老下有小 到根据地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是挺难的 是吧 因为当时他正是中年 30多岁 上面有奶奶 完了有我母亲 还有我两个哥哥 当时正怀着我 所以他能毅然地走 那么家里边呢就是 可能妈妈自己靠着我妈妈吧 一家人糊口吧 何重生离家时 听说边区缺少制板器材 特地把自己珍藏的制板镜头 也带到了根据地 当时在那个年代 照相机是很珍贵的东西 制板的镜头什么的 因为边区你想要什么 没什么呀 后来他们买器材 也是都派人到北京来买的 何重生从北平到记察记画报社 就住在这座房子里 沙飞对这些头身边区 艰苦创业的技术人员十分照顾 我就听这些叔叔们讲过 当时的生活条件特别艰苦 但是对我父亲呢 还是很照顾的 因为他身体不好 在那里边相对来讲 他年龄算比较大的 画报社对技术人才十分关照 他们在关键时候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没有制板镜头 军区司令原涅容真 把自己的望远镜贡献给画报社 希望能代替制板机上的放大镜头 最终是何重生从自己家中带来的制板镜头 解决了难题 由于画报社缺少确少印刷 制板用的设备和器材 何重生还和康健 杨瑞生等一起发明了照相制板机和轻便印刷机 鬼子一来他们就得跑 当时这印刷机呢就特别沉 根本跑不了就得就地掩埋啊什么的 所以在这种形势下 就让他们呢就是 当然以父亲为手了吧 还有这些个叔叔们 他们一起就像沿着一个轻便一点的东西 就原来的石板的印刷 就变成一个全木头做的 这种机子只有几十斤种 提起一个就快走 那就轻便多了 这部根据李自己发明的轻便印刷机 现在珍藏于北京印刷博物馆 出来以后特意给我父亲发了奖状 还发了奖金 苏石是名摄影家 对抗战摄影和禁察机画报颇有研究 他与沙菲的女儿及何重生的后人 一起到碾盘沟村 寻找禁察机画报设定遗迹 在这次寻访中 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一张康剑 曲智权杨瑞生的合影 三个人就站在自己发明的置板机前 眼前的这座房子就是当年画报社用来置板的厂房 对比照片中的背景 他们发现原来这张照片就拍摄于此 当时房屋很紧张 画报社只能把老乡家的牛卷羊卷改成临时厂房 羊卷里面来当那个什么印刷字板的房子 多倍啊 那就是白天那个什么那个牛已经弄出去了 他们就赶紧利用在这个地方 然后晚上牛啊羊啊又回来了 康剑是字板机的发明者之一 他是何重生的徒弟 早年在故宫印刷厂当学徒时常给师傅们干杂活 给人买刀点啊 给人倒尿盆 学这个技术 因为我爸开始也不懂这个 也没正经上过这些学 好像说那个 就特别喜欢这些字板的这化学的东西 康剑到画报社后 因缺少海波等照相用的化学药水 他便学着自己配置 康剑没读过多少书 为了弄懂化学知识 不得不翻阅何重生带来的英文教材 最后竟学会了英语 这些英文都是我爸自学 已经能到大学二年级的水平了 就是那时候就自 这还都是说年轻时候学的东西 你要让他说话 可能还费心 但是这些英文的像读这个中国日报吧 以前就都能自己读了 那时候就是为了说 就是看化学的这些东西 沙菲的女儿王燕 曾听画报社的前辈们讲过 聂荣臻等进查级军区领导人 对画报社的支持 可谓倾尽全力 画报社的印刷机 本是平西军区司令员萧克 为在边区印钞票购买的 何重生等技术人员 也是随机起来根据地的 结果被聂荣臻一起送给了 进查级画报社 很多精密器材 只能从北平 天津等大城市买 边区的纸票根本用不上 为此聂荣臻特意让军区财物 批给画报社一些金条 金手势 拿去只换照相设备 白连生就曾怀揣着这些黄金 往来于日军的封锁线 在工艺部零了金条 连个条子也不打 装在那个子弹链里头 两条 白天这么过铁路 过封锁线 过碉堡 我一直晚上 从山里头 一直到白杨店 一百多里地 到那交给那个农场商店 商店里头给买材料 人家给结算了 连个手条也没有 那个手就这么简单 我亲自看见过不是金条 不是金块 就是手持 金座子 耳堆 还有金戒指 这些都是用去给的 为了保证这些器材的安全抵达 冀中军区司令员 吕正操 甚至派了一个加强营 为华宝社押运物资 又派一个加强营 五百多人要护送 冲洗胶卷 也是件很艰难的事 白连生还记得 用日光代替灯光 曝光照片的情形 就是在太阳底下 做俩黑照子 人钻到里头去 西相片就老百姓 那个屋子里头 挂个门帘 黑门帘 去曝光 用自然光曝光 我们在那个老乡家里边 找了一个北方 都说看太阳比较多 每天都有 用他们日光 做那些照片 要没有日光 那你曝光不就费劲了吗 那太阳 这一天的日照最多 就选那个地方做F了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经过一年多艰苦筹办 《禁茶记画报》终于初刊 重庆的新华日报 这样评价 这样华丽的画报 竟然是在敌后 那样艰苦战斗的地方 筹办的吗 当我们看到 《禁茶记画报》的时候 不能不大之一惊 它叫我们珍贵 叫我们再三翻阅 不忍释手 对着那五彩套版的 木造纸封面 一再凝视 1942年7月 《禁茶记画报》问世后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战的画面 迅速传遍全国 引发更多青年人 对根据地的向往 当时呢 他们有那么种现象 就是呢 解放区业宣传 国同区业宣传 弄大家对报纸不太信 画报呢 又报不了假 照片一照 这钱是真本 这是真抗日 典型的就是 解放战争以后 担任我父亲秘书的 叫杨克 大学生 他们就是看到了 《禁茶记画报》以后 拿着画报 找到了《禁茶记》部队参见 《禁茶记》军区政治部 在给各分区的电报中说 新闻照片 对外宣传作用极大 其中有关军事报道之摄影 在扩大我党 我军的政治影响上 尤为重要 画报出版后 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一开始 日本人没有想到 印刷精美的画报 出自山区 他们曾专门派人 在大城市搜查印刷点 又是进行 全城的大搜查 搜查了半天 也没搜查出来 后来就知道 这还是在山里面 平乡避阳里面 野山宫里出出来 后来就把这个 作为扫荡的 要消灭的目的之一 抗战期间 美军观察团到延安访问时 也对进查计画报的初刊 充满好奇 当然还是土著八机 那些引刷机什么的 执板机什么的 就用那个 来进出画报 美军的观察团 和被咱们救来的 美国飞行员 去参观都惊讶不已 都输了党事 两个不简单 一个这种精神 能在敌后战争环境下 办画报 对他们说就不可思议 第二个呢 那么简陋的条件 那么简陋的设备 能做出来 美军飞行员白格里欧 在画报社参观时 看到何冲生等人 自制的置板机 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不是大学教授 我不会写文章 也不会批评 我只觉得 八路军和边区人民 是在创造着战争的历史 画报初刊时 为了向同盟国和世界 宣传八路军的抗战 文字说明特意用了中英文对照 封面还用了彩色套印 在编区的印刷品中 这是第一次 彩色的它的印刷 把那个相权分开 从里从里 你说该有空的 该有放的 套好几个子板 才能套出来 因为你没设备 那会儿它那个条件 很差 没什么别的设备 所以它 你像现在这个印刷品 这么高级没有 哪个是比较粗糙 它那个网络点也比较粗 一般的就是一百多目的 这张照片是聂荣珍 和日本小姑娘的合影 这张照片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 它的拍摄者沙飞 为何会陷入摆拍争议 每个战地摄影师身上 都有着一段传奇 请继续关注 血色浪漫 进茶几画报 抗战即逝